各位好啊 前两天看了一个尾头条 是三个外地大姐 吐槽这天井出租车的 我一看这三大姐说这事 还真是这天井出租啊 经常干的事 我也不知道咱那天井出租司机啊 是跟谁学的这套 什么时候兴起来 这乘客上车以后啊 他不开车 他问你 那么早 我就不知道遇见多少回了 我不敢说次次这样啊 反正十次里至少得有八次 那司机得问我 那么早 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他不知道了 我还给他指导 我说你得呀这么早这么早 后来我发现 这帮司机都对他 商车都问你 那么早 其实这都是坏门啊 你只要一含糊 他就开始绕你了 我也是浪的 我就在这帖子底下留个言 我店上刚好大姐 这天井出租司机啊 不光真对外地人 对我们本地人一样 也那么不够造 结果留完言我发现 虽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了 但也有那么两三个 我估计可能是咱天井出租司机 在我六眼底下卷我 还卷卷嘛 咱也不能赖人家 毕竟是我现挑的头 人家骂咱也情有可原 可就算他骂我 我还是那句话 这天井游戏出租司机 是阵马不够造 下面这视频啊 也是咱天井出租司机 不知道哪位爷啊 干的另一件不够造的事 你们听听 你不走 一共我们这么点路 你想跟我们走多远去啊 走多长时间 不会走多远的 一共一百米都不应该坐走啊 但是一共十来分钟的路 你现在照着速度了三小时 你也到不了呀 我上车之前 我手话都跟你说头领 上车前你没有说 你就是先我们去进 不想拉 不想拉我们可以下去 我不想拉 我肯定不想拉 但是我拉了 你不想拉 我们下去不就完了吗 你还不说明白 我问你了 我说你我们这不能聚来 你要下去你就打往一撤 要不我就拉你走 对吧 最简单的话 我跟你说的很明了 你就现在之后一出来 你告诉我了 先先先借先那个 对吧 你说明白 你说我就不想拉 拉不了 拉就得走卖已经 已经都出来 再等一会 行那就等 那你走到啥时候 就试试 头一次见你们天津司机 这样似的 真好呀 哎呦 你走怎么的了 你拉走 这是多少五脉都没有 你这叫出租车吗 谁家出租车 五脉走不上呀 那个也不能说上来就一百二 那你多少钱能来 就到机场到艾斯 不是够钱 你给我盖多钱就够钱 你 但是你耽误我时间了呢 听了吗 看了吗 看这坏门玩的呢 人家做出租车 他先倒进 成性给人开无脉 成性恶心人家 你说他够揍了 人家发视频包广你 吐槽你 你说你改不改 虽然说这种事啊 不是天井独有 全国各地的 机场 火车站 还有那长途汽车站的 除色司机 都不怎么样 但是天井这除色司机啊 得架个更子 不管外地的 连咱本地都不放过啊 我还是怀念 以前荒大发的日子 哪有巨宅去 和平去 只要不出和平去 五块钱 想去哪都行 到哪都是五块钱 司机们都抢活 就怕空车 现在可好 远了也不行 近了也不行 不顺道也不行 反正想聚载你就聚载你 在这个网约车 出现之前 我经常在马路上 这么一带 就一个来小时 也打不着一辆 出租车 就算有车 停下来 人家不开门 想问你 去哪 我说 河北路 去不了 不顺道 我得交车去 要不就是 我得回家吃饭去 解孩子去 反正总有理 就是不辣的 有一年啊 大年初一 我早上起来啊 给他们办一年 从那牙岸道 回河北路 好几辆出租 一听说 我去河北路 没一个拉的 都有事 最后实在 给我冻坏了 在大马路了 有一辆车 停下来了 问我去哪 我就签门 不远 然后我拉车门 我就进去了 结果那司机 还是个姐姐 他问我 去哪 我得河北路 他说不行不行 你下去下去 拉不了 我问你慢意思 你这意思是聚载吗 大姐说 你怎么想都行 就是拉不了 赶紧下去 我一看他车里头 还有那举报电话 就乘客投诉 拒载的举报电话 我就告诉你大姐 你要是拒载 我可举报你去 大姐说你随便 你还干嘛干嘛 拉不了 赶紧下去 我一看他一老娘们 我跟你来这 正经没卖用 我就拿那手机 把那举报电话 派下来了 我一瞎撤 这大姐一踩油门 咚 开车就跑 但是他没有我手快 我那手机 一直拿在手里了 摄像头也看着了 我啪 就给他扯 后面那扯拍照下来了 然后立马 给那投诉电话 打电话 还真有人借 问问我怎么情况 人告诉我了 人你得核实一下 下午给我回信 下午人还真打电话 回来了 告诉我 警告他们核实 我这投诉成立 他们会让这大姐 停运三天 发二百块钱 问我这个处理结果 满意吗 我说满意满意 太满意了 后来我跟别人一说这事 人说哎呦你别信 他说处理你看见了 我一想人家说的也有道理 咱也不知道他处理没处理 但愿他处理了吧 还有一次 我从那大桥道回河北路 一张车那司机就问我 那么走 我说走满明桥吧 大哥说满明桥现在堵 咱走后光场吧 远近都差不多 当时我也没在意 既然远近差不多 这边又堵 那走那边也行 其实那阵晚上八点多 满明桥堵个屁啊 结果这大哥带着我 哎呦从何懂这把绕啊 其实这趟那我经常走 不过每次都是走满明桥 如果堵 二十出点头 如果不堵 到不了二十块钱 不过这次啊 刚看见百块大楼 我一看那个迷表啊 都四十多了 我说大哥我可不是外地啊 我咱天井娃娃 屠胜屠长的 我在这长大的 这趟那我经常走 二十块钱到头了 好你这四十多了 你带我绕哪去了 大哥说我真没带你绕 咱要走满明桥啊 堵 更贵 我说这都大王八年多了 满明桥堵堵堵哪去啊 我说离哥镇就行 本地人你都坑什么 大哥说真没坑你 广明桥那正是毒 我说你打住吧 你直接开吧 我坐出租车 一向都坐在后边 我从来不坐在四季旁边 然后我就把电话拿上来 啪啪啪 给我朋友打电话 我说你们都到了吗 我那朋友都不整 什么回事 妈到了吗 我也没搭理他 我就接他说 我说你们等会儿我啊 马上我就到 我到门口给你们打电话 你们下来接我一趟 我跟那出色司机啊 有点小矛盾 那行就这样吧 一会儿再说 说完了我就把电话撂了 我估计我那朋友那阵还蒙蔽了 不知道什么回事了 可凯族族那大哥他听见了 他看我把电话一撂 跟我说 干嘛兄弟 多大点事啊 我真没电子绕你 广平桥那就是毒 我这不电子快点吗 要不这样 你也别觉得别扭 一会儿你看着给 我说你先看啊 到地上来说 从哈密道一下来 一过河北落 我行就听见吧 然后我拿出二块钱来 往前面的椅子上一挣 二十 够吗 那司机说 够了够了够了 我一瞎扯 干了一管麻 那司机一给油门子 看来就跑了 后来出了滴滴答车 我就再也没坐过出租车 不省那气 这是刚才那开满车的最后的结局 最后那姐姐报警了 付了十六块钱 也难怪司机生气 这些在机场怕活的司机 都恨不一趟活 至少得弄个白瓦师的 最好弄二三百才好了 十六块钱 也难怪这司机觉得别扭 但是甭管你多别扭 咱骂事也得按规矩来 那不是你耍不够揍的理由 不顾及你这视频发完啊 又得挨顿骂 挨骂就挨骂吧 因为很早以前 我就垫着熟了熟了 天津这帮开出租 有些出租车死机啊 哎呀我就不说 说了也没弱 这帮人就是不自嚼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谢谢大家观看